大家好,我是苏芳怡 在这一段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里面 我想借用一本我前一阵子看的书 叫做Blue Ocean Strategy 中文名字叫做蓝海策略 我想借用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想法 来帮助老师 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重整我们现在的一个教学的策略 在这张图片的左边有一个鲸鱼缸 这个鲸鱼缸是一个透明的 好,那这样子的管理方法叫做Fish boat management 也就是我现在用来处理我收学生作业 或是让学生缴交作业的时候的我的一个方式 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大部分的老师在开始使用电脑或是用数位工具来辅助教学 以后呢,会发现我们需要备课的时间多了很多 除了要准备教室里面的活动以外 比如说要准备PPT 比如说要准备教室里的游戏给学生看之外 回家还要检查网路上的功课 收作业、听录音等等 那难免在两边之间会觉得有点压迫感、紧张感 就像这张图片里面 我脚踏在一边踏在甲板上 一只脚又踏在船上 常常会觉得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 如果您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 前面提到Blue Ocean Strategy 南海策略这本书里面 那我这里就使用它举的例子 左边这几张图片是零零马戏团 Ringling Brothers 这个马戏团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 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马戏团 它有狮子、老虎、大象 它有喷火、它有小丑等等特技表演 右边是太阳马戏团 太阳马戏团没有大象、狮子、老虎 它也没有动物 可是它以服装、音乐、布景 还有比较细致的表演、艺术化的境界 来做马戏团的表现 那我这里想用零零马戏团 来代表我们的过去 太阳马戏团 代表我们现在要发展的目标 过去零零马戏团使用大象、狮子、老虎 就如同我们使用教科书 我们使用纸、笔、还有很多的讲义 我们使用很多录音机、录音带等等 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可是现在呢 我们有更为精致 我们有更为简便的东西 比如说数位的工具 在电脑上录音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录音带 我们可以把一些纸或是讲义 放在旁边 直接在电脑上做作业 那这其实也是一步走向比较精致的路线 所以我把零零马戏团看成我们的过去 把太阳马戏团走精致化的路线 走比较简约的路线 比较艺术性的路线 比较美观的路线 当成我们现在在数位 用数量数位来教学的一个目标 在Blue Ocean Strategy这本书里面 提到很多的大企业 这里有一段话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ermanent great company 好 你这家公司再怎么大 总是要面临转型 好 你这家公司的经营再怎么好 也会碰到瓶颈 那碰到瓶颈 碰到转型碰到难关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得我们有策略 我们从策略里面去进行转型跟变化 好 那下面这个红色的框框里面是我把它转换成为教学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ermanent great lesson point 好 我们过去使用的lesson point 我们使用的教学的策略 不一定能够适应现在 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里面逐渐去改进 那我们怎么要去怎么改进呢 这里我还是要借用Blue Ocean Strategy里面提出来的四个 the four action framework 好 它提出一个大企业在转型的时候可以进行的四项的考虑 第一个是eliminate 减低 有什么东西我现在不要用了 reduce 有什么东西我现在可以减少 reduce 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增加 最后是create 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再创造出来 好 那我们就借用零零马戏团和太阳马戏团 零零马戏团跟太阳马戏团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太阳马戏团把狮子老虎去掉了 reduce 他减少了一些明星 他减少了一些高价的成本 reduce 他提高了 他提高了什么呢 他提高了戏剧效果 他提高了灯光补镜 create 他create了什么呢 他create一种艺术感 好 如果我们在设计校案的时候 每一次碰到转型 每一次碰到难关的时候 我们不如把这四项拿来想一想 什么需要减少 什么需要甚至去掉 什么我可以提高 那什么我可以再创造 那这样子的guide line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彷徨了 好 谢谢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email给我 那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在网路上见面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